继续来看到游望中集团蔡衍明并购中加案再到一传媒的争议 让台湾学者以及学生高声抗议反媒体垄断 也引发了华尔街日报、BBC等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 究竟中共因素如何通过媒体并购 对台湾民主自由造成威胁伤害 本台记者采访目前仍在美国进行学者访问的法学博士黄国昌教授 为您做深入剖析 黄国昌表示这起高达台币175亿元的媒体并购案 表面上是一个商业行为 实际上已经伤害台湾最珍贵的民主自由价值 也严重影响台湾的新闻自由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在新闻取材上面 在内容的报道上面 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 在帮你筛选 在帮你选择 在影响你报道的方向的话 对不起我必须要不客气的讲 那再也不是新闻了 那是广告 那是宣传 在这样子一种政商同盟的情况之下 它是透过 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对价关系 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 非常细微的 但是却是最有效的方式 来去影响台湾社会的人民 对于在中国大陆所正发生的事情 要不然就是把资讯给封锁了 根本不准谈 要不然就把资讯愚美化了 台湾学者和学生反对媒体垄断的抗议 也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台湾政府对此却净若寒蝉 黄国昌分析背后的原因来自中共政权的打压 在中国大陆内地所发生的人权迫害事件 是不是不能够播 为什么不能够播 这么重要的事情 在台湾的公民没有权利知道吗 目前中共在国际社会上面 甚至在大陆的内部 似乎在释放一种讯息 那种讯息是 民主制度是不适合华人的 民主价值在华人的世界当中 必须要重新的加以权势 台湾民主存在了这个事实 对于这样子的一种政治宣传 做了最直接的反驳跟讽刺 而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共政权来讲 是急欲要予以消除的 中研院院士余英时 稍早时曾公开表示意见 直指一传媒并购案的本质 是中共通过台商收购媒体 在台湾进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动 已经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 这股反媒体垄断浪潮 现在也扩大到海外留学生 他们在脸书上发起 我在世界的角落 守护台湾新闻自由活动 用一张张照片 声援在台湾表达抗议的年轻世代 新唐人记者江梅林平 纽约采访报道 现在还能够设计的年轻世代 新唐人记者江梅林平 新唐人记者江梅林平